大家好 现在的正值8月也是你的这个茶花它的这个花蕾期 但是如果我们在花蕾期的时候发现你的茶花它长出了这个新芽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花蕾期的茶花如果长出了新芽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是就是把它这个新芽全部掰掉 这些新芽的话呢 一定不要留 要不然的话会导致蜘蛛的话 转为这个营养生长 然后不利于它的这个花苞的生长 可能会导致这个花苞脱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看到有新芽就一定要及时的掰掉 那么第二件事的话 我们就是要给它增湿零甲肥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增湿零甲肥呢 因为你的植株这个时候长新芽的话 就说明它这个时候处于一个营养生长的阶段 你这个时候不增湿零甲肥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植株它向营养生长阶段 生长就不利于你的这个花苞的一个正常生长 那么这个时候增湿零甲肥的话 可以抑制植株的营养生长 让它呢 而一直处于这个生殖生长阶段 是对你的花苞生长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长花花脸期如果长了新芽 大家就一定要做好这两件事 要不然的话 你的花苞可能会出现一个脱落 甚至是呢 和花苞转为叶牙的情况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